道友 五天尊已有非天境实力 推测他的命术 需要付出更多的力量 叶旭不疾不徐道 宝物自然是多多益善 五天尊凝望着妖师 沉默无言 妖师欲哭无泪 他就不该站出来 阁主 这是我全部家当 他催动法力 六口无相之宝飞出 又有一卷阵图 一株极品仙根 更有种种炼宝仙金 琳琅满目 一个妖师 抵得上一个太荒魔门 哇 元宝一蹦三尺高 抱住一块仙金 碰 叶旭一指弹飞元宝 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妖师 五天尊亦然 唉 妖师叹息连连 又拿出一尊神炉 啊 阁主 这已经是我最后的身家 嗨嗨 五天尊咳嗽一声 道 师弟 为兄没有记错的话 你应该有一个炼妖狐 不可 妖师摇头 那是我性命相休的本命至宝 五天尊轻叹 并非他想如此 实在是莫里的一席话 让他心神不定 如果不能从叶旭口中知晓答案 杜劫又会多一重变数 罢了 叶旭淡淡道 那只恋妖狐 对你的重要性我明白 这些宝贝 勉勉强强吧 五天 你又欠我一个人情 晚辈明白 五天尊猛地一叩头 谢过阁主 嗚 叶旭催动一惊 先天八卦演化而出 他食指偏仙 如蝴蝶一般 穿梭于虚空 勾勒出一条条道纹 卦象光速变化 怪哉 叶旭眉头微皱 他察觉到了一股阻力 对于他而言 虽然极为微弱 但确确实实存在 这就是礼带陶江 取代五天尊 非生之人的艺术 叶旭猜到了答案 可惜 依然太弱 叶旭静心感悟挂象 五天尊一颗心紧紧崩起 手心都浮出丝丝汗水 两膝后 叶旭收敛了法力 露出一缕笑容 道 五天尊 你这半月的命数 已经被我推演出来了 请阁主明示 五天尊跪在地上 九死一生 叶旭淡然道 刷 妖师眸子凛然 五天尊目中金芒暴射 九死一生 哈哈 那就证明 我还有一条活路 师弟 我还有活路 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五天尊兴奋万分 妖师也极其激动 九死一生 并不是代表你不会死 叶旭道 你若是抓不住那一瞬即逝的生机 依旧是死路一条 谨遵阁主教诲 五天尊叩头道 叶旭汗手 阁主 我还有一事想要请教 五天尊眸子冷冽 道 莫至尊口中的非生者 又是何人 这是第二个问题 叶旭笑了笑 师兄 你别看着我 我现在一穷二白 刮不出油水了 要是摊开双手 露出一副苦瓜脸 五天尊善善一笑 这个问题 在你肚结非生后 自会有答案 叶旭道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乃是抓住那一线生机 可是 那一线生机在何方 五天尊不解道 这一切 就要靠你误了 叶旭笑容神秘 五天尊吐出一口浊气 精通天机之术的人 果然都是说话说一半 师兄 你忘了正事 妖师转移话题 道 这一次 我们是来送妖请函的 此话一出 五天尊立刻清醒 阁主 请 五天尊取出一封妖请函 沉声道 七日之后 在玄黄大千界地始山 晚辈将引动天节 飞升天界 到时候 请前辈来观礼 我会来的 也许道 你们先走吧 晚辈先行告退 二人转身离开天机阁 夫君 五天尊飞升 礼带桃江的人 会不会与天界的那些关系互有关 玄若忽然出声道 叶旭 谋子深邃 你是想说万事兄弟吧 玄若倾手清点 皱眉道 如果真是他们 取代了五天尊的位置 那他的一线生机 又在何方 谁告诉你 只有万事兄弟能飞升 叶旭淡然一笑 天数 早已变了 超级天节 人为而已 一切 还要看七日之后 玄若若有所思 叶旭起身 走向天机阁深处 他已经凑齐了无相之宝 当物之急 乃是开启金官神像 也不知道 金官神像开启 会发生何种变化 叶旭低头注视着金官 神像之上 一缕缕道文 如金络一般 遍布金官 一对羽翼震动 暗藏道运 玄妙至极 哼 叶旭大袖一斗 一口口无相之宝 和极品仙根 炼宝仙精 统统被叶旭的无敌力量熔炼 化作精粹能量 涌入了金官神像 哼 刹那之间 金官大放金光 只见一枚又一枚道文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凝聚而出 一百零八枚道文 终于击起 鼓鼓 这一刻 金官之上 一百零八枚道文 仿佛一道又一道凹槽 能量如金色灵液 缓缓流淌 所过之处 生长出骨骼 血肉 这一尊神像 似乎要复活过来 夜叙目光微动 这尊神像 果然是活物 见到金官神像的第一眼 他就怀疑死物是活物 但一直没有机会证实 此刻终于亲眼所见 呜 金色灵液流动 肉身在逐渐地成形 但是 过程极为缓慢 依照这个速度 最快也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夜叙眉头微醋 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 或许 我能继续关注力量 没过多久 夜叙出现在阁中 他望向了元宝 老板 你的眼神好奇怪 元宝嘀咕道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夜叙用那么复杂的眼神看自己 我在想 你是不是在偷懒 夜叙道 哪个打我小报告 没有 元宝信誓旦旦 绝对没有 玄若摇头失笑 作为天道 元宝绝对是最卑微的一个 谁让他的头上 有一个无敌的夜叙 元宝 你也随我去走走吧 夜叙牵起玄若的手 带上元宝 一同走出天机阁 老板 我们是要去玄黄大千剑 元宝诧道 我走了 谁来守护神话事件 无妨 夜叙不以为意 真有人赶来天机阁的地盘找茬 那他的命也到头了 老板 到了玄黄大千剑 我就只是一个元宝 你可要保护好我 元宝 跳到夜叙肩头 看了看夜叙的脸色 见他没有任何恼怒之色 瞬间放下心来 瞧里的出现 夜叙吃笑道 走吧 去地始山 1004地始山 地始山乃是玄黄大千剑 第一飞升地 传说 玄黄大千剑第一位飞升者 尊号玄黄大帝 曾一同整个世界 在万众瞩目下 从地始山飞升 五天尊将飞升地 选在地始山 足见他的报复 一行人狼狈地走下山 咻的一声 一道顿光落下 是魔门的艳道人 嘿嘿 林老二 你被五天尊赶出来了 艳道人望着一位披头散发 气息紊乱的冒蝶老者 露出幸灾乐祸的笑容 那是地始山的主人 也是玄黄大帝的后人 只不过 二十个纪元过去 玄黄大帝的后代也衰败了 时至今日 道童也护不住 也不怪你 艳道人笑眯眯道 你这一脉 霸占了地始山二十个纪元 气数已尽 这座圣山 也该换一换主人了 哼 茂蝶老者冷亨 六个纪元以来 无一人能度过超级天节 飞升天界 五天尊自命不凡 与天相争 最终也只有粉身碎骨 第始山就是他的坟墓 哈哈 轮回魔主降临 林老二 小心五天尊度节前 宰了你祭天 林老头心头发寒 五天尊为了度节 由万全准备 不成功变成人 池秋白从天边走来 身负玄黄先宗 淡淡道 况且 他若能成功 也能鼓舞玄黄大千界修行者的士气 此言即逝 徐乔首缓步而至 人真不少 又有一道气息显化 那是枯木大师 大雷音寺的人也到了 五天尊度节 传播极广 第十山上 五天尊立于山巅 他登高望远 一览众山小 将无数修行者 尽收眼底 明里暗里 诸多高手折服 呼呼 一只仙鹤从云间飞出 他神俊无比 载着一位青山男子 莫里酒壶不离手 一副醉眼朦胧的模样 莫至尊 玄黄大千界各大强者 拱手一礼 诸位不必多礼 莫里扶手 道 今日 我也是受邀前来观礼 大家都安分一点 不要捣乱 免得误了奇景 六个纪元 他神色怅然 目光游离 已经有六个纪元 不曾有人成功杜劫 莫至尊 五天尊有几成几率成功 徐乔首攻身一拜 虚心请教道 杜劫之日 尽在眼前 莫里淡淡道 五天尊成功与否 诸位一看便知 又何须再来问我 闻言 众人都惜了心思 刷 就在此时 又有两道气息降临 元魔一袭黑袍 面容冷峻 立仙师先锋道鼓 站在元魔身后 莫里目光拂过元魔 闪过一丝异色 还有一个人没有来 池秋白沉声道 谁 众人疑惑道 天机阁主 多日不见 莫非是大家想我了 夜叙的声音 传入每一个修行者的耳中 他携手悬弱 凌空而行 降临帝始山 拜见阁主 夜叙一出现 正当魔门 各方世界的强者 不约而同 躬身朝拜 这是真正的无敌者 夜叙坦然受之 师兄 人都到了 妖师沉声道 五天尊微微点头 他盘膝而坐在 大千造化祭台上 祭台上的机关转动 传来齿轮魔动的响声 一道道符文 环绕五天尊的肉身 玄黄大千界的天地精脆 似乎再被剥离 涌入五天尊的神脏 他的气息 再逐渐增强 还有六天时间 慢慢来 五天尊淡然道 他有足够的时间准备 大哥 这就是飞升殿 万飞仙眸子雪亮 在地史山 残存着天界的法则气息 虽然极为微弱 但几乎在第一时间 就能察觉到那一股力量 成功飞升天界之人的 飞升地 都有天界的残留法则 万宝一目光平静 不必大惊小怪 我们等待即可 真是热闹 时空深处 阴无双一席青山 少年气盛 浑身都透着一股洒脱与不羁 孤身一人漂流在无尽混沌中 他的目光掠过了莫离 似乎莫离在他眼里 无足轻重 最终 阴无双看向叶絮 他的眼神充斥着复杂神色 十万年了 阴无双喃喃道 想不到 你我会在下界相见 刷 与此同时 叶絮的心头 也生出一种诡异的感觉 他锁定了阴无双存在的时空 看到了青山少年 阴无双点头示意 他是谁 叶絮皱起眉头 这少年好像认得自己 又是天上下来的人 叶絮心道 阴无双的气息 深不可测 明显在莫离之上 俨然又是超越了莫离一个 甚至是几个层次的强者 夫君 你有心事 玄若察觉到了叶絮的异常 他反手握住叶絮手掌 柔声问道 遇到一个人 叶絮笑了笑 或许是曾经的故人 玄若眸子闪烁 不必管他 叶絮道 这世上 尚且无人是我义和之敌 玄若点头 时间逐渐流逝 乌飞吐走 日升月落 转眼间 已经是第七日 东方西微出现 第七天到了 艳道人睁着眼睛 今天 就是五天尊的渡劫日 他要怎么渡劫 古音乐呢 难道 这是他最为好奇的事 唉 池秋白长叹一声 这一方世界 终究要毁了 然而 这个结果 对于徐巧手 利仙师和原魔这些知情者而言 并不值得他们流露出一丝同情 凡人如蝼蚁 谁会在乎蝼蚁的生死 轰隆 突然间 地始山山巅 一道气息浩浩荡荡 席卷苍穹 滔天气血与红日相映 将整个天穹都照耀得红光透顶 师兄 这一节落 你要自己走下去了 妖师面路不舍 二人相对 功身一败 师殿 保重 五天尊沉声道 师兄 一路顺风 妖师化落 化作一道流光 飞出了玄黄大千界 他非常清楚 五天尊绑架一个世界 一旦失败了 玄黄大千界 很有可能也会为他陪葬 因此 离开玄黄大千界 是最为明智的主意 妖师怎么走了 众人大惊失色 妖师是五天尊之友 在五天尊的渡劫之日 他竟要离开 有古怪 一个个无相道进高手 都发觉了古怪 五天尊 古应悦 眸子冷练 你究竟要做什么 轰隆隆 忽然 震天动地的响声 传遍了玄黄大千界 世界之壁上 一枚又一枚图腾道文符线 磅礴的气息从世界各处涌出 仿佛是一头无比古老的生灵复苏 一千零五超级天界 这是 艳道人瞳孔紧缩 五天尊的神脏图腾 刷 轮回魔主 云如是 白灵和古应悦等人 脸色俱变 五天尊的神脏图腾 烙印在玄黄大千界之上 目的不言而喻 我知道了 云如是领声道 这件男人 是想炼化整个玄黄大千界 将一个世界的力量 化为己用 硬扛超级天界 徐巧手 力仙师和元魔 无动于衷 池秋白一脸悲悯 只是苦了玄黄大千界的众生 他心头长叹 却又无能为力 不 古应悦戴眉锦宁 五天尊炼化了三枚起源道种 三枚道种的力量 足以抵得上一个玄黄大千界 因此 他的目的绝非炼化玄黄大千界 IQYGXTV 摄氏度Omio 一定是哪里有问题 力仙师文言 眉头一动 不管五天尊目的何在 只要他能成功 我们便可效法 元魔声音响起 瞬间抚平了力仙师的思绪 轰隆隆 地使山隆隆震动 山石烟灭 一座无边无际的祭台升起 一道又一道玄妙的阵纹在变化 与天地合而为一 神脏图腾显化 释放出磅礴气血 这座祭台 古应悦美眸冷烈 凝视徐巧手 道 若是本地没有看错 数日前 天宫殿炼成的金氏重宝 便是此物 邪地号眼力 徐巧手神色得意 此宝正是出自我的手笔 望着大千造化祭台 他一脸自得 那可是整个天宫殿 耗费半年时间 不知多少人心血 才铸造的至宝 武天尊 你疯了 忽然 一名儒雅男子 冲上地使山 怒喝道 你这是 在葬送玄皇大千界 收手吧 武天尊 又有三名大神通者降临 但徐巧手 池秋白 古应悦等人 却一动不动 一将功成万古枯 自古如此 武天尊立在大千造化祭台上 俯瞰世间 而等要出手 那我便用诸位的性命几天 众人眼神不断变换 暗自思量 武天尊已然无敌 一位大神通者探道 为今之计 只有莫黎至尊方能阻止 求至尊出手 众人跪朝莫黎 万众一声 师尊 齐霄然望着莫黎 目光复杂 道 你也要看着玄皇大千界的众生 被武天尊绑架 变成一缕结灰吗 阁主所言有理 莫黎悠悠道 我们这类人 对下界众生而言 终究只是一个过客 一个世界的命运 就由那方世界的人来决定吧 哄 武天尊鼓荡气血 无穷无尽的力量 笼罩了玄皇大千界 神脏图腾烙印世间 无形之间 似乎演变为了一座神脏 日月当空 星辰运行 乾坤万物 皆在其中 谁告诉你们 我要炼化玄皇大千界 武天尊击朝道 刷 池秋白 徐翘首 面色大变 我想要的 只是绑架诸位 绑架着世界上的亿万万生灵 令天界不敢降解 武天尊不仅不慢道 果然 古音乐眸子凛然 这座世界 无尽生灵 包括我们 全都是武天尊的人质 真是个疯子 艳道人骂道 嗖 云如是 轮回魔主和诸多强者 在第一时间 飞向玄皇大千界之外 法宝被祭出 神通爆发 企图轰开神脏图腾 无济于事 整个玄皇大千界 已经变成武天尊的神脏 除非能击败武天尊 粉碎大千造化祭台 才能离开 但是 莫离不出 原魔看戏的情况下 哪怕是他们一起上 也不可能是武天尊的对手 他的第一步 成了 九死一生 叶絮难难道 那两个家伙 果然在此 叶絮察觉了万飞仙 和万宝一的踪迹 二人的小无相天门 小无相阵 气息变得飘渺强大 完全不似从前 似乎是得到了极大的增幅 有意思 叶絮似笑非笑 轰隆 武天尊不再压制修为 气息急速飙升 几乎是在刹那之间 他的修为便更上一层楼 踏入了飞天之境 整座世界 彻底化为了武天尊的神葬 举界飞升 时空深处 因无双家夫而坐 嘴角浮现出积讽之色 异想天开 轰隆隆 这一刻 天地共鸣 哗啦 一道电光撕裂了 玄黄大千界的时空 无边混沌澎湃 在混沌之中 恐怖的雷霆在咆哮 天威在酝酿 超级天节要来了 玄黄大千界的生灵 在天威之下 瑟瑟发抖 身不由己的匍匐在地上 池秋白 古英月等人 也是心迹无比 那是来自于骨子里的恐惧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就凭这一点 武天尊就不愧于那一个五字 叶絮笑道 而今 就看他能不能抓住那一线生机 师兄 玄黄大千界外 妖狮截然一身 遥望着朦胧地使山 天威浩荡 纵然是他也心有所感 轰隆隆 雷霆怒吼 混沌涌入玄黄大千界 演化出一方雷海 出始时只有方圆千万里 但却不断地生长 虚余后 赫然达到了方圆亿万里 依然在增长 武天尊心头一沉 难道 我绑架的玄黄大千界众生 在天界的人眼里 真的就一文不值 武天尊自嘲一笑 这可是一个世界的生灵 武天尊 你说了 古英月冷声道 你的计划 影响不了超级天界 还不收起阵法 放我们走 轮回魔主咆哮 我们可不想与你陪葬 哈哈 武天尊大笑 失败又如何 以我现在的实力 堪称是玄黄大千界 有史以来 最强大的飞升者 他背负双手 气血绵延亿万里 仿佛一条战袍飘带 超级天界 我未必赢不了 哄 武天尊气血旷派 学窍开启 学窍之中 豪光大放 似乎潜藏着一座又一座世界 那是神葬 武天尊的神葬体系 开辟了一条新的炼体之路 将肉身的力量 挖掘到了极致 炼化了三枚起源道种后 已经开辟出128座神葬 莫黎摇头轻叹 他太急了 莫黎道 如果再有百年 千年时间 以武天尊的悟性 必然能发掘出 神藏体系更多的奥妙 那时候 哪怕以肉身硬汉超级天界 也不是不可能 其消燃震撼 师尊 下界之中 真的有人能修炼到这一步 神葬体系 修自身 莫黎笑道 自身就是一个宇宙 对抗一个超级天界 有何不可能 上一次武天尊对我动手 恐怕都没有用到三成力 池秋白惊骇道 池老头 大胆一点 徐乔首道 最多一成 此时此刻 众人方才知晓 武天尊的实力有多强 三枚起源道种 三个世界的本源之力 就是一头猪 只要能吃得下 也能在下界成为无敌者 原魔冷哼道 利先师笑而不语 关键在于 能不能吃得下 至少 他做不到 如果有更多的时间 我未必不能再发掘出 更多的神葬秘学 更上一层楼 武天尊目光有一份黯然 哄咚咚 一座座神葬浮现 仿佛一个个诸天世界 悬浮在身后 来吧 贼老天 武天尊仰天怒吼 须发皆扬 脚踏大千造化祭台 就让我看一看 超级天节 究竟有多大的威力 一千零六楼椅 奇怪 齐笑然眉头青醋 师尊 超级天节酝酿的时间 需要一炷香时间 莫离摇头 恐怕是上头头鼠祭气 不敢详节 那是武天尊的计谋成吗 齐笑然惊喜道 难 超级天节悬而不发 地势山下 众人惊疑不定 莫非 武天尊此举 真能影响到天剑 圆魔深邃的眸子 也有一丝一芒 武天尊以静声飞天境 一理而言 超级天节感应到他的气息 就应该降节 将武天尊诛杀 古音乐宁声道 但是 天节悬而未发 天节莫非真的是人在操控 一席话 令众人毛骨悚然 六个纪元前 天节力量无故暴增 让下界修行者 几乎没有一个人能飞升天界 处处透着古怪 如果天节是人为 那是不是天界的大佬 不想让下界修行者飞升 极有可能 持秋白汉首 须知 玄黄先宗是有飞升者 存在于天界的 但这几个纪元 乐无音讯 显然是天界也生了变故 奶奶的 厌道人破口大骂 天界的那些废物二胆 难不成是怕我们太强 将他们给卷死了 道兄甚言 白灵劝解道 天界 雷杰先公 可恶 仙人陈琳注视着眼前 那是一方顶炉 显化着玄黄大千界的景象 五天尊 莫里等人 皆在其中 只是 顶炉的画面之中 却看不到夜里 阴无霜 陈琳脸色极为难看 大雷音丝的事 才过去多久 我管辖的区域 又发生了这种事 陈琳心情郁闷 他执掌着天界神炉 降劫是他分内之事 但这一次 关乎一个世界的生灭 纵然是他也不敢自作主张 需得请司主定夺 陈琳奔赴仙宫 属下陈琳 求见司主 陈琳跪在殿外 朗声道 有事 殿内 雷杰司主搂着一位妙龄女子 陈琳低头一瞥 与上一次的女人不一样 应该是换了一个 参见司主 属下有要事禀报 陈琳公声道 IQYGXTV 摄氏度Omu 说 玄黄大千界 有飞升者 裹挟整个世界众生 企图举戒飞升 陈琳跪在地上 属下不敢做主 请司主定夺 雷杰司主无语 天界一天 下界一年 距离上一次 大雷音司的弟子 被人跨界斩杀 在天界时空 才仅仅是半天时间 在自己的辖区 又发生了怪事 他的心头 也升起了怒意 哼 雷杰司主冷哼 企图绑架一个世界的众生 让雷杰先公投鼠忌气 从而达到飞升的目的 痴心妄想 有了一个 就会有第二个 陈琳秒懂 司主的意思 是杀意警百 雷杰司主汗手 下界的蝼蚁 哪怕数量再多 也依旧是蝼蚁 他眼神漠然 一群蝼蚁绑在一起 就妄图撼动仙神 白日做梦 杀 雷杰司主杀意爆发 遵令 陈琳退下 他返回天界神炉 目光落在 玄黄大千界的画面上 失笑道 真是可笑 也罢 就让儿等感受一下 真正的绝望 陈琳掌心浮现一枚令牌 令牌上雕琢着雷纹 气息凶利 好似折服着一头凶悍的骨兽 呜 他一直点在令牌上 羞的一声 一道雷芒没入了天结神炉 但见画面破灭 天结神炉隆隆而鸣 一股毁天灭地般的力量在酝酿 轰隆隆 法令一出 玄黄大千界上 雷海疯狂的增长 似有一双眼睛 锁定了整个世界 亿万万众生 刷 圆魔心头一颤 雷杰之力 也锁定了他的契机 我也成了杜结者 立仙师也察觉到了变化 神色金句 他虽有伟非天境的实力 但遇到超级天结 只怕一息之间就会变成灰灰 由不得他不害怕 怎么可能 一个个修行者骇然道 天结锁定了玄黄大千界 每一个生灵都变成了杜结者 须得承受天结的洗礼 五天尊 你真要害死玄黄大千界吗 艳道人怒道 来不及了 五天尊闭上眼睛 他们比我想象的更狠 他的计划 只是以玄黄大千界为奇 与天界赌上一局 如果有意外 他会舍弃大千造化祭台 让玄黄大千界与自身玻璃 独自去承受超级天结的力量 但是 他算漏了一点 一个世界又如何 在天界的掌权者眼中 仍旧是不值一提 师尊 你是对的 齐小然面无表情 我们只是蝼蚁 凡人尚且不会 为了猜死一只蚂蚁而伤感 何况是天界天人 夫君 天结也锁定我了 玄若神色威灵 他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杜结者 老板 快救我 元宝 吓得面白无色 我快要死了 有意思 叶旭目光微动 他并没有被天界锁定 证明天界感应不到他的存在 放心 有我在 他握住玄弱的手 柔声道 天也伤不了你 文言 元宝向叶旭靠了靠 老天爷 我临时一族勤勤恳恳 祭天祭祖从无怠慢 为何要降劫于我们 一座古城内 一位苍老的族长跪在地上 仰望着天上急速蔓延的雷海 发出一声绝望的悲鸣 绝望笼罩在邻族中人的心头 世界 究竟是怎么了 相间小路上 一个相貌憨厚的男子 扛着锄头返家 被突如其来的天变 吓得腿软 瘫在地上 满脸惊恐到 只不过 他依旧紧紧地抱着 年满三岁的女儿 阿殿 打雷了 快要下雨了 我们赶紧回家吧 不然淋雨会着凉的 三岁女童脑袋靠在男子肩头 微微抬头 睁着一双清澈的眼睛 一眨一眨 这场雨一定好大 预言成真了 世界马上就要毁灭了 毁灭之后 必会迎来新生 这是天神对世间的惩罚 一个披头散发疯子 走在街道上 神神叨叨 滚 一群人对他连踢带打 似要以此消除恐惧 你死了 世界也不会毁灭 山岭之间 一头头凶兽都匍匐在地 不敢动弹 甚至不敢 发出一声私鸣 仿佛是在等待审判的罪人 如此一幕又一幕 在玄黄大千界的每一处上演 超级天杰玄未发 恐惧 弥漫在每一个生灵心头 他们甚至不知道 自己为何会遭解 因为 他们只是蝼蚁 如武天尊 邪弟等人 对他们是遥不可及的人物 然而 他们的命运 偏偏却被掌握在那样的人手上 一千零七凤天殿 天剑 一头青鸾振动双翅 飞入雷杰仙宫 青鸾羽毛飘动 一位年轻男子和轻衣童子 立于其背上 年轻男子气息飘逸 竖着长发 手上转弄着一只青涩御笛 眸子里透露着 极许玩世不恭之态 我家公子驾到 雷杰司主 速来相迎 青鸾童子修为在飞天境初期 但丝毫不怯场 朗声道 雷杰仙宫乃是重地 而等是何人 竟敢善入此地 数道气息浮现 以一名老索为首 凝视着年轻男子 凤天殿 苏寻 年轻男子淡淡道 哈哈 却在此时 雷杰司主的声音响起 下一秒 雷杰司主便已然现身 满脸堆笑 道 原来是苏寻公子 雷万山拜见 雷万山功身一拜 凤天殿的人 老索心头一阵 浩瀚如天界 亦有无数势力 诸多派系 雷杰先公虽然操纵超级天结 掌握着下界之人的飞生命运 看似有着极大的权柄 但是 这一份权柄 却是如凤天殿一般的势力给予 凤天殿乃是108正宗之一 在天界也是响当当的 公子 请 雷万山让开一条路 刷 青鸾阵翅飞入一座仙宫 二人分兵主落座 轻衣童子势力一旁 不知苏寻公子大驾光临 所为何事 雷万山笑着问道 搜 苏寻屈指一谈 一枚玉绝飞向雷万山 那玉绝分阴阳 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 令人感到心静 这是 雷万山面色微变 你无需知晓太多 苏寻道 今日 我是奉命前来 在玄黄大千界 接迎两人入天界 烦请雷司主大开方便之门 让我能回宗复命 公子哪里的话 雷万山奉承道 能帮上公子的忙 是我的荣幸 糟了 突然 雷万山头皮发麻 心头骇然道 玄黄大千界正在降节 那人 那人不会是奉天殿 要接引的人吧 公子 请随我来 雷万山惊慌失措 化作一道流光 飞向陈林所在之地 公子 此人有猫腻 童子道 苏寻皱了皱眉 道 看看吧 陈林 住手 雷万山冲入一座殿雨 目光锁定天结神炉 脸色煞白 立即停止降节 啊 陈林猛了 二个屁 雷万山目光 拂过天结神炉 超级天结 尚在酝酿之中 还未降节 他一脚揣在陈林屁股上 将天结法令交出来 哦 陈林乖乖上交 雷万山手握天结法令 念动咒语 食指也接出玄奇印法 企图通过天结法令 平息玄黄大千界的超级天结 雷司主 不必惊慌 苏巡步入大殿 悠悠道 我接引之人 实力还没有达到能杜结的地步 他们要飞升 须得有人应结 雷万山动作一致 原来如此 雷万山眼皮猛的一跳 吞噬杜结之人的灵运 汲取天界法则 方能达到飞升的修为 真是好算计 那二人究竟是谁 竟然能让奉天殿大动尴尬 怀揣着疑惑 雷万山躬身道 那我该怎么做 陈林眼神迷惑 一向高高在上的司主 居然卑躬屈膝 他对苏巡的身份 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 苏巡走进天结神炉 神脏体系 他目光一动 锁定气势处在巅峰的五天尊 流露出几分兴趣 想不到 下界也有人走出了这条路 启禀公子 此人强行杜结 绑架了玄黄大千界 妄图利用五等的怜悯之心 作弊飞升 最大恶极 陈林立即汇报道 有趣 苏巡似笑非笑 有勇有谋 是一个人物 他瞥着陈林 道 而今的天结威力 是几倍强度 一千倍 陈林道 保证能让玄黄大千界 化为飞灰 彻底湮灭 这一千倍 乃是从前天结的一千倍 也是天结神炉能释放的 最强力量 降到二十倍 苏巡不容置疑道 陈林望向一旁的雷万山 雷万山不以为意 将令牌还给陈林 他对下界蝼蚁的生死 漠不关心 自然不会反对 那下界的众生 陈林又道 杜结的只是一人 何苦为难众生 苏巡笑道 是 嗡 一缕法力涌入天结法令 天结神炉中 道文缭绕 雷声轰鸣 公子 您要让此人飞升 童子问道 自家公子身份不凡 只要开口 五天尊飞升 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苏巡摇头 且看他能不能通过我的考验 抓住那一线生机 玄黄大千界 那一股笼罩世界的天威 如潮水一般 逐渐退去 怎么回事啊 古音乐神色微动 那一股力量 似乎不再锁定我了 我也是 云如世道 超级天结的锁定 在无声无息间解除了 难道 五天尊的计划 真的让天结投鼠忌器 不敢背负着 抹杀众生的罪责和业力 利先师心头蠢蠢欲动 他曾达到了飞天境 却不得不自斩 转世重修 对于飞升的渴望 他不逊于任何人 不要高兴得太早 圆魔冷冷道 那股力量 锁定了所有人 却突然消失 恐怕是上头有变数 天结的力量变弱了 莫离难难道 那五天尊能否杜结成功 齐霄然期待万分 未知 另一头 叶絮也感到了天结力量的减弱 而且是在一瞬间 衰弱上百倍 让他也有几分诧异 莫非是五天尊命中的那一线生机到了 叶絮心道 轰隆隆 劫云覆盖亿万里 浩荡无边 一条条万里之广的天结神雷 撕裂时空 将百万里虚空 进阶化作混沌 碰 雷光吞没了世间的光亮 啄目耀眼 落在五天尊身上 轰轰轰 这一刻 五天尊神葬全开 128座神葬朱天眼化乾坤 硬汉第一重天结 一条条神雷劈下 被五天尊的神葬朱天抗下 雷光没入了五天尊的神葬和肉身 垫得他浑身酸麻 奇怪 五天尊惊诧不已 超级天结的威力 绝不止如此 而且 气息与刚刚相比 也弱得太多 刷 他眸子明亮 一定是阁主 阁主的推演奏效了 那一线生机到了 他也是聪明人 瞬间联想到夜续的推演结果 轰隆隆 但五天尊没有来得及高兴 第二重天结又到了 气息更盛 威力更恐怖 一道到百万里雷柱 摧枯拉朽一般 横扫世间 仅仅是余波 就荡平了地始山 老祖宗的姬业 玄黄大帝后人嚎啕大哭 祖宗姬业没了 卓拳 五天尊又一次催动五道神通 迎向第二重天结 哼 这一拳蕴藏着无双勇武 势如破竹 没过多久 一道人影如断线风筝 从天上飘落下来 那是五天尊 他浑身被电光缭绕 瘦窗不清 还扛得住 雷杰先公 陈灵瞪大眼珠 是一个人物 雷万山也露出欣赏之色 托我们的福 下界的这些修行者 实力是一个比个强了 他们若飞升天界 一万年内必然会诞生诸多强者 搜寻眸光闪烁 到二十五倍 陈灵一愣 立即催动天界法令 轰咆咆 轰咆咆 玄黄大千界上 混沌雷海不断地扩张 一道道福音若隐若现 一股至刚至强的力量笼罩世间 又来了 众人忧心忡忡 来吧 五天尊目光坚定无比 一眉飘动 立足于天地间 欲血而战 他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 PS 上一章的天界神炉 似乎很多人都误会了 那天界神炉 只是一个操纵超级天界的法器 不是容纳玄黄大千界的地方 还有 直播时候我也说过 本书大概一千五百张左右 天界篇结束 大概也就那么多了 二张可能在晚上 今天有三户亲戚要走 晕 一千零八飞升天界 轰 二重天界落下 一百十八重神葬 日月并行 星辰出没 似是诸天宇宙 层层叠叠 IQ Epsilon G Excellent TV 摄氏度偶谬 五天尊怒发飞扬 大千造化祭台转动 将玄黄大千界的天地灵气吞噬 衍生出一个个图腾神奇 凝聚在一百十八神葬中 这一股力量 已经能威胁到我了 圆魔目中生起忌惮之色 喃喃道 立仙师心头威震 道兄 这是不是完整的超级天骄 应该不是 圆魔摇头 超级天骄的威力 至少在飞天境百倍之上 而五天尊出入飞天境 哪怕炼化了三座世界本源 也不可能扛得住 而且 他声音微顿 道 天界似乎能人为调控 文言 立仙师面色煞白 非生路被堵死 怎么能另辟蹊径 立仙师脑海浮现出一道身影 阁主是天人 他来自于天界 一定能助我飞升 可惜 莫离轻叹道 五天尊的法 终究不全 是啊 一个声音响起 叶旭不知何时到来 他覆手而立 目光淡然 天地狂风大作 却吹不动他的衣角 神葬体系这条路 堪称奇思妙想 叶旭悠悠道 五天尊还是太急了 那一把二十八座神葬 无法形成完整体系 其实 莫离目光一动 天界有一脉 修神葬 身无敌 踏万古 可无敌否 叶旭嘴角 请起一抹笑意 莫离苦笑 轰轰轰轰轰轰轰 二十五倍天界神雷降下 一重重神葬内 一尊尊图腾神奇咆哮 宣泄不屈之意 好似一头真龙 咔咔咔 无量结光轰入神藏 只见五天尊的神葬在崩面 那是一股极为恐怖的力量 能瞬间瓦解一切物质 分解五天尊的血肉 让天地万物 回归本初 玄黄不灭铁 五天尊长孝 大千造化祭台合而为一 深化天地 肉身上 一缕缕金色道文浮现 雷音 道音 龙银声 宁为义卢 他的肉身发生了惊人的蜕变 一条条血脉 化为真龙 一双眸子 眼花日月 五天尊的力量 已然超越了盘古开天地 到达了另一个巅峰 尽力而为 再无遗憾 五天尊鼓荡气血 捉拳又一次爆发 凝聚了毕生力量 配合玄黄不灭体 调动玄黄大千界的规则大盗 杀向天杰 蝼蚁也想汉天 天界 雷万山鸡笑道 苏寻目光闪烁 三十倍 陈灵目中露出游移之色 道 公子 三十倍天杰威力 很有可能将此人一举轰杀 魂飞魄散 放心 他死不了 苏寻道 是 陈灵不敢违背苏寻的意思 立刻催动天杰法令 哄 天杰的力量又一次暴增 厚重天威笼罩世间 衍生出一口口大盗质宝 坑坑腔腔 九种大盗质宝 似化为人形 向五天尊攻杀而来 来 五天尊狂笑 天杰的威力又变强了 立仙师亥然道 道兄 他看向元魔 我尚我也要死 元魔面无表情 砰砰砰砰 五天尊战力全开 冲入了雷海 玄黄不灭体运转到了极致 与九个天杰神人厮杀 一刻钟后 五天尊的胸膛被贯穿 从天上落下 哈哈 五天尊七窍流血 遍体鳞伤 养天惨笑不已 他的图谋 终究是成空 大哥 要到我们了 万飞仙激动道 曾经他对自己的身世不屑一顾 但当他通过小无相镇齐 知晓能飞升天界的那一刻 瞬间接受了身份 毕竟 在下界苦苦修炼一个纪元 也不可能飞升 他们能走后门 饶食万宝一 也难掩心头的激动 飞升天界 那是多少大佬 都求之不得的梦想 铿呛 时空深处 阴无双膝上 横着一柄青铜骨剑 并无剑鞘 剑身上布满铜绿 平平无奇 却有一种沧桑气息 他低头擦拭着青铜剑 一丝不苟 唉 莫离叹了口气 浪花逃进英雄 是非成败 转头空 古今多少事 都复笑谈中 五天尊 太可惜了 他感受到了万飞仙 和万宝一二人的气息 那就是这一次的飞升者 嗡 却在这一刻 天穷上的节云散去 一缕清光从另一个时空 照入了玄黄大千界 光芒中 飘浮着一粒粒微尘 散发出一股神秘气息 接引仙光 原魔呼吸急促 古老传言 飞升者渡劫成功后 天界会降下接引仙光 洗礼飞升者的肉身和大道 褪去繁区 化身天人 飞升天界 那一缕清光 无垢无尘 散发着天界规则 显然是接引仙光 难道是五天尊成功了 立仙师震撼道 不可能 念头一出 立仙师又猛地摇头 五天尊才度了三重天节 而一般的飞升者 必须要度九重节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古映月 池秋白 徐乔首等人 全都陷入了迷惑 众人一头雾水 他们的道心全乱了 带他上来 苏寻吩咐道 是 陈灵点头 他催动法力 一只鳌鱼 降临玄黄大千界 光芒笼罩五天尊 一个闪烁 五天尊骤然消失 人呢 齐笑然瞳孔皱缩 他被人救了 莫里也极为震惊 他算到了飞升者另有其人 但却没有算到 五天尊能活下来 五天尊飞升了 众目睽睽之下 五天尊人间蒸发 几乎所有人都变得兴奋起来 只有一个可能 五天尊成功飞升天界 他没有度劫成功 古映月沉声道 但是 却依然进入了天界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飞升天界 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乱了 全乱套了 池秋白摇头苦笑 他总觉得 五天尊飞升天界 背后有一双手在操控全局 与此同时 雷杰先攻内 五天尊身受重创 浑身欲血 瘫倒在地上 但他还保持着一丝清明 看着面前的四人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道 你们 就是掌控天界的人 花音落下 五天尊便彻底晕死过去 给他扶下一粒天灵丹 丢入死牢 苏巡命令道 尊令 轻衣童子指尖飞出一缕光 落入五天尊的口中 丹药入口即化 一股庞大的药力 瞬间注入了五天尊四肢百骸 他的气息逐渐恢复 公子 你又要救他 为何又要将他打入死牢 雷万山皱眉 他实在无法猜到苏巡的意图 下界的修行者 能一步一步 以凡人之躯 扣开天界之门 必然是桀骜不驯之辈 苏巡嘴角微翘 这样的人 需得好好地敲打一番 才会乖乖听话 公子高明 雷万山 陈林公为道 一年之后 他若能从死牢活着出来 便将他带到凤天殿见我 苏巡淡淡道 现在继续吧 对于他而言 就五天尊一命 只是顺手而为 如果五天尊能通过死牢考验 那才能真正被他认可 玄黄大千界 接引仙光贯穿了时空 沐浴接引仙光 就能洗礼道身 飞升天界 无数人跃跃欲试 我来 一尊无相道尽高手 冲向了接引仙光 那是另一座世界的至强者 与轮回魔主 是同一个层次的大神通者 呜 但下一刻 所有人都头皮发麻 毛骨悚然 那人一触及接引仙光 肉身大道 瞬间消融 嘿嘿 一个略显猥琐的声音传来 万妃仙大摇大摆走来 这接引仙光 乃是为我们准备 此乃天命所归 一千零九天人无双 狂妄 轮回魔主冷笑 道 这一缕接引仙光 哪怕是无相道尽三十六节的高手 都是处之即死 而等不过 出入无相道尽 也想染指 这是谁家的娃娃 艳道人好心劝道 小娃娃 老朽劝你一句 贪心不足蛇吞象 不要为了一时贪欲 葬送了性命 哼 万妃仙讥笑 羞的一声 一面面正旗飞舞而出 赫然是小无相正旗 他蔑视轮回魔主 淡淡道 等我踏入非天境 第一个斩你 二帝 万宝一簇眉 他的目光一直在夜续身上 夜阁主的威名 深深烙印在每一个人的脑海之中 师尊 这就是要飞生的人 齐萧然惨笑道 应该是他们 莫离道 可是齐萧然不愤 他们的修为 不过是无相道境初期 有何能力飞升天界 莫离摇头一笑 对齐萧然道 徒儿 在这世上 个人的能力固然重要 但有的人 一出生就在终点 能让两个无相道境初期的修行者飞升 在天界之中 至少也是与大雷音寺齐名 一百零八正宗的层次 那已经是天界的一方巨博 我不服 齐萧然愤怒道 五天尊的努力 为何要为他们做嫁衣 那一缕接引仙光 是为了万事兄弟准备 然而 那是五天尊的努力换来的结果 这就是人事 一个声音传来 袁母眸子深邃如鸳 不知做何想法 先二代 哈哈 立仙师大笑 笑中有泪 他努力了一事 却比不过两个臭名昭著的盗墓贼 可恨你们 没有一个这么优秀的爹 袁宝笑盈盈道 他双手插腰 得意道 袁宝大老爷 乃是老板一手铸造的亮仔 你们现在认爹 想必还来得及 叶旭嘴角猛地抽搐 那我不是他们的爷爷 反正不亏 袁摩 立仙师和莫里等人 额头轻轻抱起 想动手 袁宝躲到叶旭身后 老板 你要为我做主 误误 说话之间 万飞仙与万宝一催动 小无相镇旗和小无相天门 两口天界至宝的威能 被完全释放 一种玄妙的法则 笼罩了万飞仙 万宝一 那些符文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与从前完全不一样 天界法宝 圆魔目光炽热 大哥 炼化了阶影仙光 我们便能晋升飞天镜 从而飞升天剑 万飞仙一颗心 早已按捺不住 他手指掐绝 小无相镇旗环绕周身 托起他飞向阶影仙光 所有人都凝视着天空 哦 万飞仙飞入阶影仙光 并未被反噬 反而如鱼得水 在天界法则的加持下 他的修为做火箭一般窜生 刹那之间 便达到了无相倒进巅峰 一重重劫难 在天界法则与小无相镇旗的力量下 消散无形 不少人都露出羡慕 甚至是极度的眼神 也有人愤懑万分 师兄 妖师归来 目光悲痛 这些蛀虫 阻了我们飞升的路 还剥夺了你的成果 我真是不甘 吭腔 他鼓荡法力 一片片灵雨张开 一双羽翼撕裂时空 妖气冲销 不要做无畏的牺牲 也许声音在妖师脑海响起 这一切 明显是有人在幕后操纵 你一旦动手 必死无疑 阁主 妖师神色一动 立即到 我还有本命法宝 还有这一身修为 愿与阁主交易 望阁主出手 诛杀二人 叶絮摇头 差得太多了 吭腔 时空深处 鹰无双依旧在魔剑 铜律被擦拭 露出森冷剑风 哈哈 万飞仙的笑声 传遍了方圆数万里 那么刺耳 大哥 你快来 轰咙咙 他的修为暴增 元神跨越了三十六重天宫 在接引仙光的沐浴下 脱胎换骨 好似要立地飞升 他已然晋升了飞天境 万宝一也不如了接引仙光 这一缕接引仙光 是为二人准备 足够两人洗礼肉身 与化飞升 小子 你的命是我的了 万飞仙墓中浮现出利色 虚空一暗 轮回魔主立身之地 骤然崩灭 一块块时空碎片 化为天刀 斩破了轮回魔主的护体钢器 古音乐翘脸未变 道友 你过了 古音乐怒道 万世兄弟窃夺五天尊飞升成果 本来就激起众目 现在又向轮回魔主动手 他实在是难以忍受 仙二代又如何 他是强者 亦有尊严 哄 一方祭台飞出 撑起一座浩瀚时空 保住了轮回魔主的性命 只不过 轮回魔主依然被中创 经历了接引仙光的洗礼 万飞仙已然掌握了天界法则 是真正的飞天境天人 而非枯木大师一般的伪天人 也今日飞升 值得高兴 万飞仙大笑 你既想死 那也就大发慈悲 送你们二人一起上路 还有谁不服的 一起上 万飞仙不可一世 欲使其灭亡 必以仙使其疯狂 夜续眸子一瞥阴无双 他的剑已磨得发亮 剑风凛冽 杀意无声 他的眼中 也有几分复杂神色 万飞仙也算是一个熟人 二人有过数次交易 曾经的万飞仙 气质猥琐 唯唯诺诺 从来不敢狂妄放肆 但是 从他知晓身世 掌握天界法宝后 心性大变 这就是人性吧 玄弱难难道 遥想从前 万事兄弟二人 企图盗取神话道果 被他一掌逼退 那狼狈模样 仍然是记忆犹新 轰隆 与此同时 万宝一也晋升了飞天境 二弟 尽快解决了 不要耽误时辰 万宝一面色淡漠 对于古音乐 和轮回魔主的生死 毫不在意 知道 万飞仙大笑 阁主 等我杀了这二人 他们身上的法宝 就当作是我零行前 给你的礼物 他的目光浮过玄弱 一缕杀鸡 一闪而逝 原出之地的那一幕 他从来没有望 但忌惮于夜叙的实力 万飞仙不敢显露 死 万飞仙偏指为剑 两道剑光斩 向了古音乐 轮回魔主 这一道神通 简易无比 却蕴藏着一种 玄妙无穷的力量 不管他们怎么躲避 都无法避开剑光 肉身 元神 乃至是一身道则 都被锁定了 终之必死 在这一瞬间 时空深处 又有一缕氢气飘渺而至 那似是一缕吹烟 鸟鸟飘摇 将万飞仙的两道剑光阶段 清烟一分为二 飘向了万事兄弟 这 万飞仙 万宝一 瞳孔骤缩 二弟 快走 万宝一深知大事不妙 他立即催动小无相天门 猛然一跃跨入门中 拉起万飞仙 关闭门户 咔嚓 但依旧是迟了 清烟飘入了无尽时空 仿佛无穷剑气散落八方 将小无相天门搅碎 两具残缺不全的尸体 从天上坠落下来 凡人努力了一生的成果 不应该被剥夺窃取 冷漠的声音传来 传入了天界 这一刻 无数修行者呆立在原地 两个货真价实的飞天境天人 在飞升天界之前 竟然被一个指纹其声 不见其人的人秒杀了 下界真是藏龙卧虎 大老鼠不胜鼠 立仙师毛骨悚然 这人是谁 齐小然又惊又喜 莫离面色凝重 能够一剑秒杀两位天人 这等实力 早已超越了他 原魔瑟瑟发抖 他自诩无敌 但在这一剑的主人面前 只是一个弱鸡 放肆 此刻 一声蕴藏可怕杀意的怒斥 从上方传来 来自于天剑 PS 今天只有一张 我知道 有人会说 我在撒谎脱更 但还是要解释一下 今天开了六个小时车 刚下高速 腰酸背痛 赶在九点刷新前 饿着先写了一张 再写下去 刷新出来 也会到凌晨了 我也累得慌 今天欠的一张 明天补 下个月开始 没那么多事以后 更新应该能快一点 抱歉 哦哦 一千零一事业师 痛快 短暂的震撼之后 无数人露出振奋之色 五天尊窃取万世兄弟 非生成果 众人纵然不愤 却也只能忍 因为他们的背后 是天界的人 但是 万飞仙的狂 却让人不得不反 那已经威胁到了他们的命 死得好 轮回魔主愤愤道 他差一点就被万飞仙击杀 对万飞仙恨之入骨 这一缕见光 不是叶阁主 也并非莫至尊 古音乐低头沉吟 下界之中 还隐藏着无敌者 不 持秋白摇头道 他们并非无敌者 应是天人 众人若有所思 夫君 出手的是何人 玄弱一脸不解 望向叶旭 他的修为太弱 与众人一般 也察觉不到 阴无双的存在 是他 叶旭一直点在玄弱的眉心 刹那之间 玄弱也看到了一位青山少年 双手抱胸 怀抱一口青铜骨剑 他今天来 就是要杀人的 万飞仙和万宝一的死事注定 从阴无双魔剑 他就已经感应到杀意 虽然 叶旭不明白 阴无双杀人的动机 却能通过阴无双出手 判断出他的实力 偌大下界 仅次于自己 是一个人物 叶旭心道 轰隆 忽然之间 雷音响彻世间 一声怒斥从天界传来 天界 雷杰先攻 苏寻震怒万分 他要接引的二人 居然会被斩杀 这是在打凤天殿的脸 陈琳和轻衣小童 静若寒蝉 下界之中 藏龙卧虎 相传天界史上 最年轻的无敌者 便是被击败 坠入了下界 从此音讯全无 所谓的两界规则 很难束缚 那个层次的存在 出手之人 不会是这一位吧 念头一生出 二人浑身都在颤抖 苏寻公子 须得从长计议 雷万山沉生道 能在下界 拥有斩杀天人的力量 绝不是凡人 最次 也曾是一位至尊 实力达到了仙的层次 雷万山的脑海中 闪过莫离 本公子奉殿主之令 接引其血脉后裔 如今二人进阶身死 害得本公子任务失败 愧对殿主之托 苏寻冷冷道 死人 奉天殿必须要诛杀 至尊也拦不住 不提他的头回去 奉天殿绝不会把休 雷万山 在 雷万山心头一领 躬身道 公子请吩咐 详解 苏寻面无表情 开启天殿 灭了这一方世界 让世人明白 得罪奉天殿的后果 至于那人 由我来亲自对付 是 雷万山是以陈灵动手 毁灭一方世界 他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天桌 陈灵叱炸 全力运转法力 天结法令漂浮在虚空 一道道雷文复苏 天结神炉翻滚不休 一枚枚雷霆烙音显化 释放出无匹的力量 轰蹦蹦 轰隆蹦 震耳欲龙的雷声 在头顶响起 电光将玄黄大千界撕裂 恐怖的天结阴云 卷土重来 又一次笼罩了世界 无边无际的结云 酝酿着毁灭性的力量 一眼望去 星红的雷芒 如毒蛇吐性 从结云中不时吐出 So 莫离神色极为难看 他们开启了天谴 天谴 原魔面色疑惑 恭敬请教道 敢问莫至尊 难道这是比超级天结 更恐怖的力量 莫离点头 雷杰仙宫降杰 是通过天结神器 催生所谓的飞升天结 从而诞生出超级天结 抹杀飞升者 天谴是天结神器 能催生出的极致力量 天谴之下 万灵绝灭 世界溃灭 他们要灭世 力仙师悚然 哼 原魔痴笑 这股气息 比武天尊杜杰之处的力量 都要强 明显是动真格了 可惜 他们漏算了一事 道友 武天尊已有飞天境